帅哥你好 你好 问一下您在上海房租多少 我住的是洋房 上海老洋楼 我现在这个房租是6000多块钱 可以看看吗 你想看可以啊 我家住在对面 好 我们去看看这位帅哥住的洋房 这就是您住的洋房了 这个洋房我跟大家有点历史 这洋房有多少年了 我应该有100年超过的 哪个没弄进去呢 这个是我 我们就住在这个里面 这个洋房里面 好 我们进去看看 你想进去看 参观一下 我带你参观一下 好 谢谢 你当心一点 因为这里面比较暗 这个上面是我住的洋楼 这个上面是我住的洋楼 是你的卧室啊 对 就是有点乱 然后我跟我老婆两人住在上面 你要看的话我把灯开一下 给你看一下 就无所谓 可以啊 你要看的话 我也觉得无所谓 好 我们看看这位帅哥的卧室 刚住过来 它上面是一个 就是人家放货的那种厂 人家放了好多杂物在里面 好 爬上来了 看看这位帅哥的卧室啊 有空调的 收拾的还算整洁啊 那个上面站不直 就是你站上去 有多少呢 一米多少 高度有一米多啊 好 拍一个全景 帅哥的卧室拍好了 我们下去吧 我经常喝老的时候 撞到这个 撞到这个铁栏杆这里 那你这个地方最好 铲脸布 省得撞到头 也要跟你讲 走习惯就好了 这个地方六千块不会吧 没有 我边上有一个小门店 就是我开了一个理发店 边上就是这个隔壁 它是一个小门店 那您还有其他生活设施吗 这个里面是我们烧饭 烧饭和 烧饭和 和那个马桶和洗澡 都在一块 算是放在一块 这是您的小厨房 对 这个是烧饭的 本身是什么呢 本身它是没有烧饭的地方 然后它主要是 洗澡和那个叫 就是马桶为主 然后你没办法 你没有烧饭的地方 你怎么弄 然后我就自己搭了个小孩子 然后就是实在是 这个是楼梯间的感觉 对 它本身就是楼梯间 嗯 楼梯间它一开始 它只是放了一个马桶 就是你好上厕所 然后靠在这里 就自己 你包括领域器 都是我自己后装的 那行 咱们去看看 你住的那个没面房吧 行 反正就在这个隔壁 我再去看一下 这个我跟你讲 就这个木头 都是有百年历史 这个真的有百年历史 是的 对我们的下面是什么 这个楼梯 这个底下是防空洞 走 这房子很 这房子虽然看起来不大力 但是真有好多年代 城高满高的 一 有几米 两米多了吧 得有三米高一米 得有三米高一米 就这个门进来 这个门也是从这个门进来的 这是您住的没面房 对 你挤一挤就过得难 好 洗一挤 对 那您在这里开理发店好久了吧 这个理发店我做了多年 这个理发店我做了也就偶年 我做生意我就这么大 就这一个单子 一个位置 对 这里面是我的生活区 这个就好像我们那个叫 就是你家里的客厅一样 知道吗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客厅 然后你看是一个卧室 知道吧 那是个小孩睡觉的 你几个小孩呢 我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两个都男孩 那你这样有点压力了 不压力 我跟你讲不要太大 以前我们租个房子 租过那个店面 只有1500个月 那是老房子 邻居多 居民多 所以我们虽然有压力 但是我们那时候生意还可以 两个人开理发店 16年17年的时候 然后那个老房子开始拆迁 那时候是真感到压力了 疫情开始的时候 到现在基本上就 也不能说天天亏吧 反正挣着钱 基本上就 就吃吃喝喝 交交房租 我到现在有大概有十来年时间 都没有给我父母买过衣服 没有给过他们钱 连我老爸一包药我都没买过 因为你自己有小孩要养 这边赚不到钱 到这边基本上就赚不到钱 然后我老婆平时带来小孩 然后也在外面美容院里面上上班 现在也没生意 也不好 今天都没上班 我 对也没生意 我现在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呢 我老爸生病了 到现在一年一年半的时间 而且所有积蓄全部花完 还现在外面还欠人家欠 这是男子来在这里一种 去年一开始的时候 藏出来的时候是肺癌 然后一下子花的钱就多 他现在每个月必须要来上海一趟 高铁费加在一起 大概三十千块钱 要坚持三年 他买了个药柜 那你蛮孝顺的 你是独生子女吗 我还有一个弟弟 不是说孝顺不孝顺 一个是自己父母 你不是说孝顺不孝顺的问题 你父母有病 你总不能说对吧 总不能说 你不管不问 那不现实 然后我弟弟什么呢 我弟弟自己是离不怕过河 然后自身难保 他外面做生意做做的 没做好欠了不少钱 在那里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压力 都在我这边 我好是好什么呢 就是我老婆没说什么的 他就是说看病一直在看 就是这个还可以 你说实话你没办法 你老婆也孝顺 你怎么能不看病 我账五娘六两千 那个叫查出来沧海到上海来看 那时候我们也花了多 我们花了十几万了 十三万多 十三万多 基本上自己挣了 然后那个叫两家父母开病花掉了 而且我赵母娘他现在也在开病了 像我父亲为什么说 一开始花掉十几万之后 医生说你要准备二三十万 后面那个钱哪里来的呢 就是每个月每个月 所以现在挣的钱 基本上就吃吃喝喝交交房租 你不要说像人家说 我去带小孩去那个叫什么迪斯里 我跟你讲 想但是舍不得 去旅旅游是吧 不要想那么多 我现在小孩都小孩补课 我都补了 关键是什么 现在三亿跑 现在就是说基本上就在强撑着 像我这样的头发 理一下多少钱 男的话短话三十块钱 那不贵 对 我们是 我们所谓那种老店 懂啊 这位开理发店的帅哥和爱人一起在上海打拼了二十年 也住了二十年阁楼 他们努力挣钱 一方面要培养自己的两个儿子 另一方面呢 近几年 他们家里两位老人生病 也需要他们照顾 今年他们迎来一个好消息 他们的大儿子考取上海艺术大学 他们说啊 等小儿子考上大学 他们就搬到郊区去 继续开理发店 祝所有为生活努力打拼的人得偿所愿 越来越好 谢谢收看